這邊就先給你 欸? 是幹嘛? 好 OK 那我給你 好,那就是 我是Lisro Azi 昨天晚上打了疫苗 現在還蠻有感覺的 對 好 就是我們這邊的話 有兩個坑嘛 主要是COVID真的假肥 以及台灣玄武謠言筆記 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非常感謝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熱鬧 非常感謝就是大家來協助 然後像是Lulu跟Anger 就是在COVID的 就是上面就是挑了很多 就是不實訊息在進行回應 然後以及就是如果用影片的話 大家也會就是 協助打組織稿 那這些組織稿也會協助 讓這個系統可以更好的辨識 這些影片的訊息 然後再來呢 今天就是一個非常productive 在programming的一天 對,我們有 Jack 然後Simon 然後Dennis Elliot 然後Jade 就是 在這個 整個系統 有人做chatbot 有人做網站 然後有人 改open data的format 讓AI可以吃 然後也有人就是 使作 就是網站上面的一些 一些API server上面的一些變更 這樣子 所以就是非常感謝這些 其實我覺得可以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幫他們拍手 對,那就是很厲害 來,謝謝大家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可能要來看一下 就是所謂的 選物選制謠言到底有哪一些好了 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份這個文件吧 上一次提到的 那最近很紅的一個留言是這個 就是 這個是1月2號 那我們知道說 1月3號是選舉的前10天 所以在這邊他有寫說 就是今天晚上凌晨12點開始 一律不准在line或臉書留言 要支持賊 或者是民調幾趴 這樣子 一律罰50萬 那這個訊息其實還蠻熱門的 不過蠻可惜的 蠻明顯的就是 他其實是把兩個台灣的 行之有年 這個行之有年是指 十數年以上 數十年以上的那一種規定 兩個規定搞混了 第一個規定是 民調禁制期 前10天不能發表 不能發布不能引述民調資料 最後還有 選舉當天 不可以拉票 不可以宣傳 對 那就是這兩個規定 那他把它搞混了 他變成是 前10天不可以宣傳 不可以講政治 這就是錯的 對 那這個訊息老實講 在2018年 因為我們在整理這個東西 這個玄霧瑤陽筋記 所以我們就是 從Cofax很早很早開始 2018年開始 就是去收集 發現其實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 類似的訊息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這則訊息是對的 它有正確的說 這個東西是 不能傳民調 過去的民調 也不能傳 可是呢 在同一天 就是在隔一天之後 我們就收到了一則 變化過的訊息 它的Wording一樣 只是把這個 任何民調換成是 任何選舉有關的訊息 所以這個就錯了 對 所以其實是在2018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這樣子的 原本的這個 正確的訊息 就已經遭到變造 在LINE上面去傳 然後呢 2018年就這樣子 一直傳 一直傳 很多版本 2020年的時候呢 又有一些不一樣 它又有一樣的東西 就是 2020年是 1月20幾號 投票嘛 然後它就變成是 嗯 錯錯了 1月11號投票 然後它是1月2號的時候說 不要傳這個東西 然後呢 2020年還加了一些時事 尤其反滲透法語通過 對 然後就在LINE上面 又在傳傳傳 那 一直到現在 2023年就是 嗯 其實它在1月2號的時候 就開始傳 不過每一個版本都有一些不一樣 然後它們的popularity 也都不太一樣 對 不過其實都是 類似的東西 都是在講說 喔 就是你在前10天 不可以講政治 對 可是大家 尤其是最後這一篇 其實就是最多的這樣子 好 其實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這種訊息很奇怪 在LINE上面一直傳 這麼荒謬的東西 會有人信嗎 老實講我也不確定 到底會不會有人信 可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我可以確定的是 有人會擴散這個訊息 對我們來說 其實在傳這些訊息 其實我們應該 無論是幫自己的政黨 支持者的拉票 我們應該有一個priority是 我們會先確認一下 這個訊息的正確性 然後 然後才去做任何的政黨的攻防 或者是 去講說 就是對方怎麼樣 那這個人的priority 很顯然可能跟我們認知 應該要做的priority 不太一樣 總之 他就是把這個訊息 再往外散步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訊息 其實是應該把它 抓 就是 拿出來讓大家知道 這些訊息 他不是在攻擊 他其實實際上是在攻擊民主本身 他不是在攻擊特定的立場 因為他攻擊的是這個選制 選物 對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是會直接 對大家對民主的信任度 造成傷害 那至於他把這個東西 把它導向到任何的其他利益 我不管 總之這個訊息 應該要被嚴正的看待 他不應該被轉傳 應該被擴散 對 然後最後其實他有一些很好笑的說主意 我們看看今天 接下來這幾天會不會有 例如說 在2022年的時候 有人這樣說 喔 就是你 你要晚一點投票 不然的話就是 這些人可能就是 晚一點投票的話 就是有些 執政黨才不容易做票 然後呢 又有一篇訊息說 喔 就是晚投票是謠言 這樣的話 所有人都會被擋在投票所外 對 然後這個當然 如果有看說 我們上一次大松 我們有Anger跟YC做的這個 逐字稿的影片 選擇的影片的話 其實最有時候要說 其實不是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 所以 像這篇訊息則是說 喔 就是 圈票氣很髒 一定要戴手套 然後這篇就說 剛才那篇是假訊息 戴手套違法 基本上 話都是他們在說 然後還有融合版本 對 所以其實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個 謠言筆記的這個部分 Low Froghawks 對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 感謝Mr.YZ的分享 好 我先切個簡報